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条件是收到的所有资金和业务 我要分到七 你不用找了 我爸印章在保险柜里 这个印章 对 等一下 怎么 我爸 他可是我爸 就因为这保险箱的密码是你的生日 他就是你爸 你可别忘了 你和刘欣彤是同一天的商人 他才是纪白军的女儿 什么 欣彤才是我的女儿 怎么会这样 纪志真 我要提醒你多少次 你自己的身份 如果没有纪白军和徐凤蒙的血缘的话 你就不是什么大小姐了 如果不是二十年前那场台风 让你和刘欣彤掉了个个儿 你现在就只是一个在餐馆里打工的小妹 你别说了 原来是这样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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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爸 我们刚才说的话 他全都听到了 如果你现在报警把他救活的话 我们就全完了 知道吗 金叔叔 金叔叔 走 走 走啊 金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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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叔叔你怎么了 金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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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这是高血压引起的高度中风 他送过来的时候太晚了 如果早一点 情况也不会这么糟糕了 金百军出事以后啊 徐凤鸣怀疑是心痛害了他 对他恶语相向 而另一边 吴春莹呢知道了 金志真和立成俊的事情 他怀疑呢 金百军出事和他们有关系 哎 当这个发现自己女儿干了这样的事之后啊 吴春莹就去找季志真啊 但是季志真对他恶语相向 吴春莹内心充满了煎熬 那他究竟会把真相说出来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金叔叔 对不起 对不起 柳信童 你觉得什么可怜啊 要不是因为你我把会晕倒了 没人发现 你先是把真影害成那样 现在又把白军害成这样 你到底想干什么 对不起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你只会说对不起 我问你 我们几家到底欠你什么 现在我儿子坐在轮椅上 我老公就这样一直躺在病床上 为什么 你跟我有仇啊 你故意要害我们家是不是 到底为什么你说 季夫人 不关心痛的事 不关心痛的事 走开 过来 你给我说清楚 季夫人 我真的不知道我变成这样 我应该可以说 你一定是故意的 这没你的事 你是故意的 是故意的 要不然 季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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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你放心 季夫人和季小姐 他们心里太难回了 骂一骂我 打一打我就过去吧 我一定要留下来 我一定要留在季叔叔身边 如果这个时候我没有守着他 我会后悔一辈子 我跟亲手有什么区别 季同 不要怪我 她是你爸爸 可是这真是我的女儿 我没有办法 下辈子 季同 下辈子千万不要再遇见我 你找到我 再离开 情深爱 想更多的了解这部都市爱情剧呢 各位要每天晚上19点30分 锁定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收看 《遇见爱情的丽先生》 本周我们还会给大家呈现 特别多精彩的歌 咱们一起来先读为快 实在囧途迎新年闹新春 酒餐厅上演大型开场歌舞秀 炯炯吃货铁 郭契林影证搭档合唱 宋小宝演艺劲爆的歌曲 小宝林发红包 依依以歌向老板求红包 我把红包去哪里了 我怎么叫也找不到他 嗨 嗨 依依 在逛吃逛吃环节 徐珍隐正前往英国伦敦 会见世界顶级厨神 拥有14颗米其林星的戈登拉木齐 邀请他为中国吃货们制作鱼类菜品 他们二人 与厨神的初次见面就面临迟到 所派任务未完成的问题 脾气火爆 追求完美的厨神将会如何对待二人呢 二人是否能够顺利品尝到厨神制作的美味呢 我喜欢你 我赢了吗 我赢了吗 赢了一小派 回家团圆年年有余 和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年夜大餐最满足 本周六晚二十二点 实在窘途陪你闹星春 明晚播出的《愚家爱情》的李先生 剧情将如何发展呢 一起来抢先看 你装什么可怜 哭什么苦 你不许哭 不许哭 欣彤 欣彤 你在里面吗 欣彤 欣彤 刘欣彤 我今天必须打死你 臭丫头 开门 放手 你这个臭 放手 欣彤 你干吗 我们出国吧 你不是想学服装设计吗 我说的是真的 你不要拒绝我 也不要拒绝你自己 裴小姐 对 我是李耀男 明天见面 哦 这是什么 你看了就知道 这是什么 武春音和季智珍 而且我猜 欣彤 才是徐凤鸣真正的女儿 怎么会这样啊 这是什么 这个金锁 应该是出生的婴儿 挂在脖子上的 这个质是什么意思 我想应该是季百军 给真正的季智珍的 以上各位看到的就是这期 中国蓝素地全部精彩内容 谢谢大家的观众 我是菲菲 我们下集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